另外欢迎来到这里都市 我们知道美国政治中有个很著名的特克默人祖宗 又称之为总统祖宗 就是每一个在2040、60、80、00年份当选的总统 有可能要死于非命或者被人行刺 以往有多位总统已经应验了这个祖宗 所以今年2020年的美国大选 很多特朗普的支持者现在自我介绍说 这一年不当总统太好了 朗普如果这一年当选总统 很有可能未来四年他得小心的过才行 这个诅咒还是留给拜登吧 说实话这个诅咒有一个见证人 这个见证人真是很神奇的三次见证了这个诅咒 这个人就是林肯总统的大儿子罗伯特林肯 众所周知林肯是1860年当选的总统 这可就是诅咒应验的年份 林肯当选之后国家马上迎来了南北分裂 打仗打了足足四年之久 所以林肯的第一个任期是在战争中完成的 但是虽然战争这么危险 林肯还是毫发无损 大家都觉得这个诅咒看来到林肯这一代算是过去了 然而没想到啊 林肯的第二任总统任期也开始了 南军也投降了 国家从此太平了 林肯很高兴的到一个割技院去看割剧 然而一个枪手啪啪几下 用一支手枪结束了林肯的生命 林肯当时到割剧院看割剧的时候 本来让他大儿子罗伯特也去 罗伯特因故啊没有去 听说父亲被刑刺之后 他匆匆忙忙赶到医院 结果最后在他的见证下 林肯死于非命 当时这个罗伯特林肯啊 大概就是二十郎当岁的年龄 作为家人 见证自己父亲被刑刺 这也正常 然而谁都没想到啊 见证一个在任总统被刑刺身亡 对于罗伯特林肯来讲 这只是第一次 转眼到了1881年 加菲尔德总统在林肯 二十年后的1880年 当选美国总统 又是一个诅咒生肖的年份啊 1881年七月 应加菲尔德总统之邀呢 罗伯特林肯来看望他 两个人在大街上散步 结果一个枪手突然出现 砰砰 又是对着加菲尔德总统开了几枪 迅速送医之后啊 那个时候美国医学 可能也不是很先进 治了几十天 竟然没治好 总统死在了医院 这是罗伯特林肯第二次 目睹再任总统被刺杀 有在一在二 没有在三的 谁想到了 又过了二十年 同样的悲剧 再一次上演 1900年 当选的美国总统 是麦金利 麦金利当选之后呢 对于罗伯特林肯 也是照顾有加 有一次啊 他邀请罗伯特林肯 来参加一个博览会 就在展览进行当中 又一个枪手 来到了麦金利总统面前 胖胖又是几枪 总统被送到医院之后 还是因病医治 无效去世 对于罗伯特林肯来讲 这是他第三次 目睹现任总统 被人刺杀身亡 他真是二十年一次 说实话 同样的景象 后来肯尼迪总统 又遇上过一次 美国历史上 龙共就四位现任总统 被人当场刺杀身亡 罗伯特林肯就赶上了三次 这个巨大的心理压力 他认为啊 自己简直也是诅咒的一部分 所以从此之后 再有现任总统 邀请他参加任何活动 他都不去了 他说 别我参加了人家活动 我又把人家给诅咒死了呀